歡迎收看九月十號早安 新唐人我是方全 先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氣象局今天凌晨對於台南市 嘉義以南以及台東地區 發布大雨特報 另外今年的第十六號 颱風琵琶最快在今天生成 預估在週五中秋廉假開始 天氣也會轉為不穩定 特別是會為北部跟東半部 帶來雨勢 繼續帶您看到 國際媒體重要訊息 首先帶您看到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 機師罷工英國航空 取消一千七百個航班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英國議會將休會五週 大政時報紐約大都會版報道 香港人再次集會和遊行 呼籲美國幫助香港對抗中共 大政時報台灣版報道 台中資安危機超過一千隻中國製造的監視器藏在校園中 日本經濟新聞 日產汽車召開董事會研議社長西川廣人接班人選 韓國朝鮮日報 南韓總統文在寅任命身陷在各種質疑的曹國擔任法務長官 預計會與檢方發生衝突 早安新行人先帶您關心美中即將在10月舉行談判 週一美國財長美努欽表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在10月初訪問美國談判 美方也希望中國人行行長也能參加會談 美努欽並且說到不排除川普總統會再次提升關稅 好的美中10月貿易談判 預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跟中國人行行長易剛都將會加入談判 美努欽還對福斯新聞說 美中雙方就貿易協議執法問題達成概念性協議 他強調已經在貿易談判中取得積極進展 但他同時也警告如果不能達成協議 川普總統可以毫不費力的保持對北京的高額關稅 好 美中10月份在美國華府進行面對面貿易談判 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洛也透露這次的談判 將會聚焦在重大結構性問題以及市場准入 並且強調美中雙方需要回到5月份的協議草案 另外納瓦洛8號也接受雅虎財經訪問 表示美中兩國需要回到5月份已經談好的協議草案 美中兩國在今年5月已經達成長達150多頁的協議 涉及七個面向的每項問題及執行 包含標點和段落等細節 該協議是雙方前進的基礎 中國海關總署8日公布8月外貿數據 8月份中國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 而分析師們原先預估會增長2% 中國的出口在今年7月增長3.3% 在6月則下跌1.3% 根據台股上市櫃公司最新半年報統計 從去年1月底美中貿易戰開始升溫後 上市櫃公司處分中國投資子公司有加速趨勢 從去年1月底的1059億多元到今年第二季底 增加到1416億余元 累積處分投資金額超過350億元 投資收益匯回從去年第一季底的3095億多元 到今年第二季底增至3550億元 冰原代工龍頭台積電週二報告8月營收 由於美系首席大廠新機將於9月問世 花旗賣隔離等外資券商看好 台積電8月營收相報喜 月增幅渴望超過一成 有機會逼近甚至超越千億元 本週經濟市場關注焦點放在歐洲央行政策會議 考量歐元區通膨遲緩 經濟成長減速 經濟學家預期ECB將宣布降息10個基點 並重啟QE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再來再您看到台灣8月出口翻紅 財政部在週一公布8月的海關 進出口貿易統計 由於美中貿易戰 台商陸續移回生產線 再加上轉單效應等因素 8月出口290億美元 是歷年同月最高 也是史上第六次單月出口規模突破 290億美元 就出口來講表現其實不錯的 整個規模值是出現了久違的高水準 來到了290億美元 這是歷年同月的最高值 也是有史以來第六次的超過290億美元或是以上 那年增率是有幅轉為正成長2.6% 由於我們先前的預期 看到台商持續的有移回生產線 以及訂單移轉的效應 再加上國際品牌的高階智慧手機 新機的備貨需求出現了 同時全球在於5G通訊 以及人工智慧的佈局都在加速當中 因此帶動整個機體電路的外銷轉強 財政部表示8月主要貨品出口 資通與視聽產品 電子零組件規模值 各創歷年的單月新高以及次高 分別年增31.4%與7.5% 從出口國家來看 8月對美國出口成長動能持續 規模值創下歷史單月新高 年增22.8% 好 繼續 但您看到國內工具機產業 受到了中國大陸訂單下滑 加上美中貿易紛爭長期化 陸續傳出無薪休假 而根據瞭解呢 最快這個周三周四 經濟部將會端出振興政策 中美貿易大戰 目前看起來 它會還持續發酵 所以有一些廠商是觀望 台湾機械業產值破照 但多家工具機業者五月開始做四天 休三天 還傳出超過十家業者進入五星休假 美中貿易戰關稅再上唐 中國大陸經濟重創明顯 反映在機器業訂單 縮水超過兩成 入期業者轉向低價競爭 台湾工具機產業短時間面臨訂單 劇烈萎縮難以調整 我們的工具機業者 以前太過仰賴中國市場 因為貿易戰造成了中國大陸 本身的經濟成長趨緩 還有就是它的製造業 不管是PMI 還是整個投資規模 是在下滑當中 所以自然而然對於機械設備 尤其是工具機的進口需求 是大幅減弱 中國工具機業者為了彌補 在美國市場訂單的流失 所以它轉為內銷 所以對我國工具機業者 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威脅是加劇 數據來看1到6月 上半年台灣工具機出口中國大陸 年衰退27.44% 將近三成 出口到美國則是小幅成長1.42% 7月情況更加惡化 出口中國美國都衰退 整體工具機出口金額 下滑了18.12% 專家預估最患情況下 體質不佳代工為主的 中小型工具機業者 兩到三成面臨倒閉 未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的工具機業 應該朝向更高階的 像譬如航台 還是說更往智慧機械 這塊去做發展 那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的目前來講的 整個競爭力是跟日本 跟德國來講 還是有一段差距 經濟部本周將端出辦法 除了擴大國內內需 填補工具機產業 短期需求缺口100億元 公共行庫提供優惠融資貸款 長期策略加強人才培訓 因應智慧工廠 智慧機械趨勢 協助無薪休假員工職業訓練 三大面向 專家持正面肯定態度 卻也建議政府 避免中長期政策緩步積極 得加大融資力道 讓程生能夠渡過今年難關 新唐人家電視窮互謀 沈偉彤 台灣台北報導 iger口 大巨大 IoT and Light Tower Universal Power Supply System Outdoor Lighting Power Supply Real-time Surveillance IOT Remote Control Economic Benefits Green Energy Eco-Friendly Energy Drives Our Life AVN The Pulse of the City It's like a heartbeat that never stops In this vortex What's important is stability No matter what shocks Life delivers It's a bumpy road And on a bumpy road you need a steady ride Everyone has that little something That keeps them steady Stability It's an art It's a science It's a science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零四二五三一九三八八 好 歡迎回來 帶您關心今年的第十五號 颱風法西九號清晨五點 登陸日本千葉線 成天機場連外交通中斷 如陸上孤島七千名旅客滯留 關東地區有超過九十萬戶居民停電 連日本索尼跟日產汽車 在千葉線的工廠也是被迫停擺 經過中台法西摧殘 東京與天機場外的櫻架東島西外四散一地 今年第十五號颱風法西 以日本關東史上最強等級颱風之資 九號從千葉線登陸日本 帶來每秒逾六十公尺的最大瞬間封鎖 日本國內有一百六十個航班被迫取消 颱風法西夾帶的強風豪雨甚至造成兩座電塔坦塌 日程汽車及索尼製造PS4遊樂器的主力工廠街暫時停擺 據東京地理公司統計 關東地區約有九十三萬戶居民停電 是繼2011年311大地震後的最大規模停電 台風15号的影響 首都圈有大大被害 東京世田谷役中 強風的女性死亡 很多建物被害及怪人 日媒報導東京有一名女性不敵強風 撞上牆壁而身亡 而位於千葉縣市 日本最大規模水上太陽能場 也疑似因強風起火 消防人員表示燃燒的太陽能板數目約50枚 尚未傳出有人受傷 另外第13號颱風零零 在橫掃日本沖繩後接連登陸南韓及北韓 成為日本氣象庭有史以來第一個登陸北韓的颱風 被韓官媒8號表示零零颱風在當地造成五人死亡 新唐人雅的電視張瑞珍綜合報導 好 這一段您關心 索羅門群島跟中華民國兩國外長 昨天在臺北聯合記者會 對於媒體追問臺索關係 索方表示在政府尚未做出最後決定前 與中華民國的邦交和合作 國際支持一切照常 everything speaking of an engaging between 在索國公願2000年初動盪的時期 我國駐索國的大使館和技術團的人員 也堅持不離不棄 陪同索國朋友共同度過那段艱辛的歲月 台索兩國可以說是情同手足 同舟共計 考察的團到索國 替索國來研究未來的發展 各國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這裡也要跟各位說明 包括我們也會瞭解美國 澳洲 日本 紐西蘭 正在跟索國發展怎麼樣的合作 然後臺灣可以怎麼樣的配合 我們不能再評論 我們沒有正式的接觸 好 被問到中共是否提供金援 索國次長回答沒有正式通知 不評論 外長吳釗燮強調深化台索關係 符合台索兩國利益 外交部次長徐思謇下週將會訪問索國 好 繼續我們帶您關心港人 反送中抗爭的最新消息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上週訪問臺灣之後呢 後來又歷經了港府的烏龍拘留 現在已經成功抵達德國 他對德國政要表示 但是香港是處於新冷戰時期的新柏林 讓我來明明說 黃之鋒表示這場運動中沒有領袖 抗爭者面臨被虐打跟拘禁的風險 他還說和其他抗爭者相比 自己的遭遇微乎其微 黃之鋒和香港歌手何韻師 可能會在下週訪問華盛頓 關切美國國會能否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好的 香港警察鎮壓反送中 群眾跟市民手段反常 有許多港人懷疑是中共的公安 香港《前信報》副總編輯 接受新唐人專訪表示 中共滲透警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大紀元報導分析 香港警務處已經不由特首控制 可能形同共產黨政法委系統的延伸 9月8號 香港警察從地鐵站出口 突然把催淚彈拋向路人記者 而且還說普通話 港警鎮壓反送中普遍使用過度武力 經常不依照警方指引規則 不出示委認證 不穿戴警員號碼 阻止人道救援 多次傳出栽贓市民 還冒出共產黨環境的用語 兩個月來 各種消息 質疑中共人員混入港警 反常表現不斷 讓市民憤怒 一、二、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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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辛報副總編輯尤親員受訪表示 特首林鄭不是指揮警隊 只是依靠警隊 不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警方形同湧兵自重 被中共長年滲透是公開秘密 8日晚間 警方無差別濫捕市民 無論男女老幼 黑衣白衣 甚至記者 一名大約13歲的少女 在路邊被將近10名警察包圍盤查 警察從附近撿起一頂安全帽 就這樣擺在少女面前 市民擔心 藉此扣上所謂罪證 同一夜 警方被拍到從高處開槍 一名女急救援被警方的布袋彈擊中 7日 警方多次阻撓記者採訪 還在旺角用胡椒噴霧攻擊多名記者 一群記者追著警察討說法 香港記者協會又一次聲明譴責 有清源表示 有消息稱 為了鎮壓反送中 警察可以欺負女性 弱小 記者 最近還有砍人事件 大紀元報導分析 從香港特首兩次錄音洩密 721元朗事件來看 香港警務處已經不由特首控制 可能形同中共政法委系統的延伸 悄悄納入了政法委維穩系統 隱藏在一國兩制的幌子下 此外 黨政法委曾被視為中共江澤民派系 架空胡錦濤的第二中央 港澳系統也長期受到江派控制 新唐人電視 宋碧龍 梁珍 香港報導 好 繼續帶您關心非洲豬瘟疫情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昨天在臉書貼文 表示菲律賓農業部正式爆發 非洲豬瘟成為了亞洲的第八個疫區 從週一下午四點開始 自菲律賓來台旅客攜帶豬肉製品 出販罰款二十萬 再犯一律一百萬 國外旅客若是沒有當場攪勤 會直接遣返 行政院長蘇貞昌上週也在院會 呼籲同仁 不能釣以慶心 月餅裡面有豬肉 新驗出來十二件 這一個月 昏飛來自中國 香港 澳門 越南 跟日本 這中間竟然有台灣人從中國 一次帶十四公斤的豬肉的月餅 不能釣以慶心 大家再加油 好 中秋節即將到來 送禮 送月餅是傳統習俗 但農委會呼籲民眾千萬不可 從國外攜帶韓肉食品回台 除了避免觸法 也是保護台灣長達一年多的 抗非洲豬瘟成果 好的 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從去年八月至今已經一年了 不過近來 中國的豬肉價格飆漲 較去年同期上漲超過65% 中國人才竊竊實實感受到非洲豬瘟的代價 隨著中秋節到來 維穩豬價成了當局的政治任務 旅美經濟學者陳曉農就撰文表示 是僅日子從吃肉開始 但是同時 中共喉舌卻開始妖魔化豬肉 給民眾洗腦 說吃豬肉不利健康 少吃豬肉錢包跟身體都會感激你 被網民轟無恥 全部都漲價了 原來是15塊 現在都賣到20塊了 中國豬肉價格飆漲 中共農業農村部的數據也顯示 白條書價格已經連續13週上漲 從6月初的每公斤不到20元人民幣 上漲到30元以上 得到每公斤31.08元人民幣 而這個價格和去年同期相比 漲幅超過了65% 中國是最大的豬肉消費國 面對豬肉短缺價格飆漲 月前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旗下的生命時報 在官方微博刊登江宇宙二出版的頭版文章 大大的標題寫道 豬肉還是少吃為好 大廠吃豬肉不健康的論調 在中國 截至目前超過100個農場 全院非洲豬瘟 感染地區涉及22個省 5個自治區和4個直辖市覆蓋全境 旅美中國經濟學者程曉農指出 2018年美中關係緊張 中共為了對抗美國開始拉攏俄羅斯 解禁俄羅斯豬肉進口 引進俄羅斯冷凍豬肉的同時 也引進了在俄羅斯肆虐的非洲豬瘟 現在中共仍是政治掛帥 政治需要高於一切 因此繼續停止進口美國豬肉 藉此打擊美國經濟 所謂政治掛帥就是說 中共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問題的時候 最近幾個月下決心要搞垮川普 所以要停止進口美國的大豆 玉米和豬肉 程曉農指出 由於中共並未完全銷毀所有庫存的豬肉 及豬肉製品 但非洲豬瘟病毒 卻可以在冷凍豬肉中存活三年 可能讓非洲豬瘟再次肆虐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其林綜合報導 隊史第三冠中華隊捧U18世界冠軍凱旋歸國 下節早安欣賞的人帶你瞭解 很多人以為買水龍頭選無籤就安全 但水龍頭用久了 裡面真的乾淨嗎 老舊水龍頭藏屋納購看不見 定期更換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龍頭系列 換水龍頭就像換燈泡一樣簡單 iCore水龍頭 So healthy, so cool 時尚明鏡精品未遇 何以敬畏美學 多樣造型明鏡 各式未才精品 竟在何以 紅衣 至深南投藝術大道 坐永久久風山藍美景 國道六號東草屯交流道下 最佳釘種建地 近市區 藝術園區 交通便利 風景宜人 在大自然的交響樂中 為您量身打造專屬的空間 享有建設 守護的空間 保護土地 獻給尊貴的您 歡迎回來 睽違九年再爆世界冠軍獎座 我國U18世界盃代表隊 昨天從韓國搭機回臺 會受到親友團的熱烈歡迎 凱旋歸來的中華隊一出機場大廳 立刻受到親友團的歡呼 這是接2010年以後 中華青榜隊再度爆回U18世青賽冠軍盃 還以2比1擊敗美國 總教練周中志表示 從未免五連霸的美國隊手中奪得冠軍 證明台灣棒球不輸任何國家 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全世界看到我們台灣 那小球員他們也很認真的 很努力的想要把這個冠軍拿一下 當然當下的情緒大家都很興奮 但是你覺得還累打球場嗎 因為一定會很興奮嘛 那我自己是覺得是釋放壓力吧 那自己定的一個目標 也在那麼多年後達成了 那心中難免有一點感觸 獲得大會最有價值球員MVP的余謙 被教練稱讚說是投手黑馬 俞謙在比賽中不管是先發後援出賽 表現都非常亮眼 他心中最想念的是 把這個獎獻給天上的父親 獻給天上的父親 因為他也是給我一個目標 從離開之前的時候 也是有跟我說要有自己的目標 然後他就跟我說高中最後一年 就是爸爸幫我設定要丟到150 就達到了 最後一場大家小心血要做得很好 然後讓美國也沒辦法得很多分 然後這樣我們機會就來了 交電周中志表示 成軍兩個月這群球員不斷的進步 看著他們變得越來越好 也希望他們將來能在棒球界有好的發展 今天九月十號星期二有哪些重要活動 首先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訪問屏東 渴望宣布高鐵延伸 另外今天會有一場全球合作 即訓練架構開幕典禮 美國副助卿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都將出席 財經消息 IBM客戶中心與創新場域啟用 最後是今天在恒春的核三場災害演練 附近居民收到核子事故警報 請勿驚慌 好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售人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